余光中一邦步了 卓 在马英九大智若鱼 邦步就是卓的 卓表示踏实 负责任 不群体妄动 所以这个字看你怎么样解释 我卓就想着卓正 大智若鱼 鱼工鱼山 中山大学教授 知名诗人余光中爷爷 昨天替妈了Bumbler解套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本月16号 以Bumbler诠释马英九施政 被台湾媒体翻译为笨蛋 余光中爷爷昨天以英文专业 正面解释了Bumbler 马总统也说 从小父亲就以曾国藩家训的 上乘上卓生活哲学告诫他 从小他就是上乘上卓 我不会介意 因为我想这个身为国家的元首 大家有一见这是很正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的反应也是说 我们会检讨会努力 同时也说明一下 台湾在经济上 也有些不错的表情 经济学人昨天也刊登 我助英代表申旅群 为马总统执政成绩缓加的投书 投书指国人有权用严苛字眼批评总统 但外国媒体引用同样字眼时 至少应该使用引号 马总统昨天提次送出 治国周记 台湾光复65周年专辑 和两指手表给于光中 在高雄和大学生座谈时 马总统也应女学生要求 给了一个爱的抱抱 看来心情不错哦 动新闻高雄真温暖报道